因為今天議會正好去考察 所以說很多議員都很重視特別派 秘書我們秋立立議長的秘書 楊宗誠議員的秘書 蔡忠豪議員的秘書 沈振東議員的秘書 許志尊的秘書 周家瑋的秘書 蔡淑慧的秘書 曾思潔的秘書 林彥柱的秘書 還有陳怡貞的秘書 各位先進大家午安大家好 還有一位林俊賢的秘書 林俊賢立委的秘書 那今天非常高興 其實各位都是能夠讓台南市 這個越來越發展 尤其讓我們的這個 不動成的買賣雙方 都能獲得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彼此滿意 而且不會產生糾紛 介紹許多紛爭的最重要的推手 那因為有專業的人士來 對於不動產的買賣 來做一個服務 才能夠讓買售的這個買賣雙方 由於這個專業知識 或對於法律的一個落差 所以說會產生不一樣的認知 那把這個認知說到最小 把資訊完全透平公開 把交易市場的交易資訊 能夠做得最好 這個都是各位的功夫 因此 特別藉著今天 迪政局所舉辦的這個平台 來對於最優秀的 不動產從業人員 來給予最高規格的肯定 我們議會其實也非常重視 台南市的不動產交易 因此我想在議會 每次開會的時候 都會討論到台南市的不動產發展 非常感謝 那我們地政局 對於這個台南市的土地 能夠活化 能夠使 能夠好好利用 這也是我們土地的目標 以這四年多 將近五年來看 我們台南市在公辦 土地重化的部分 已經達到一千兩百二十一公頃 那大福朝園過去八年來 只有重化了大概兩百七十還兩百五十 兩百九十公頃 將近四倍 但重化 公辦重化 能夠讓效益更快 那糾紛更少 讓這個 許多地主的權益 獲得進一步的保障 你避免一些糾紛 法律訴訟 甚至於兩層黑道事件 大家可以看到在 有些重化的過程中 自辦重化的部分 有的拖了一二十年還在糾紛 還在告來告去 那法 這個時候法院也非常困擾 但是 公辦重化的這個效益 從時間的成本 從效益的考量 從分辨到土地 以及這個公共設施來講 這是創造多元的局面 那土地活化了 自然不動產 我們的興建 就能夠進一步的活化 三次感謝各位 也祝福大家 恭喜所有的獲獎同仁 各位獲獎的先進 那也感謝各位理事長 能夠讓我們海南市的 不動產交易 變得更透明更好 祝福大家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謝謝各位